-2018.08.0723,18日前,有网友在社交网站爆料,一辆外型看似和红旗9防空导弹武器相似的军卡在街上开进,但仔细一看它不仅底盘与红旗9不同, 承载的四个发射筒在体型上要比红旗9大上一些,那么这又是什么国产新式武器呢?据外界推测,这辆军卡很有可能,是传说,中的红旗19反导武器,虽然我国早就公开了多次进行反导实验的信息,但总是蒙着一层面纱,让外界看不清拦截丹的真身,途中是央视曾经公开过的一个弹体, 由于其外型与现有的防空导弹大不相同,所以它被广泛认为是红旗19反导武器的拦截弹,红旗19是我国的新一代中段陆基反导武器系统,可有效拦截处于中段飞行状态的弹道导弹,它应该具有三大特点, 一是高超声速飞行,二是高精度跟踪和定位目标,三是使用动能拦截器捕获目标,其技术水准应该与美军在播种之间,近期,传闻红旗19可能已经完成所有的相关试验,正式转为战斗值班了,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行反导武器的研发,型号有反击123号分层反导拦截武器,还配套建设了7010,向控阵导弹预警雷达等等, 但因为种种原因,试验最终全部停止,目前,曝光最多的要数俄罗斯部署,在莫斯科附近的A135反导拦截弹,如图和盾核预警雷达系统,近年来,俄罗斯还在开发更新的反导拦截武器,据称速度更快,精度更高,并且已经在今年进行了施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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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